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五节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 爱 当行而未行的罪 我们生活日记中最糟的一夜 就是既有我们当行而未行的事那一夜 事实上每一天我们都犯有当行而未行的罪 每一夜日记都有那可厌又可怕的污点 世界是如此的冷酷 唯有属神的可以发出爱和温暖 但是你我是否有发出温暖呢 他人从我们所感受的是温暖还是冷漠呢 世界在毁灭中 没有神也没有盼望 我们有神的人 有生命也有盼望 你是否尽力使世人 也能与我们共享那荣耀的盼望呢 谁愿意在每日的生活中 用一句话将耶稣介绍给他人呢 谁愿意将仁慈的神的安慰 带给那虽关闭而又饥渴的心灵呢 谁愿意向儿童伸出援手 带他们亲近耶稣呢 谁愿意为那在疾病困苦中的人 带一份温暖 一线亮光呢 谁愿意给穷人衣服 给饥饿者饮食呢 谁愿意将救恩之光 带给那在异教黑暗中的千百万人呢 你愿意补偿你过去 当行而未行的罪吗 你若愿意 主必加你力量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五节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 你们既不做在我这弟兄中 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不做在我身上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